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最想跟他们说的是 其实运动员很多事情 你必须得亲自自己去做 没有人去替你做 然后 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浪费每分每秒 然后认清目标以后就去做 然后不要被外来的 这些诱惑 去影响 然后因为你现在 有可能你不做 你以后会后悔 所以不要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 最想告诉他们的就是 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好 然后都要去战胜困难 而不是想那怎么样去逃避困难 其实发现人的潜力是可以激发的 所以我经历那么多的困难都能克服 一定要激发自己的潜力 你不试一试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强大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一定要用这样的思想 换一种思维吧 我觉得思维特别重要 你要就是有那种捕食者思维 而不是被捕食者思维 当然人你看人也是眼睛展在前面 所以我们要专注 而不是去看旁边的 要专注眼前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要有一个捕食者思维 因为每个人不可能一帆风筝 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没有烦恼 或没有困难没有挫折 不可能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 不管在任何工作也好 学习也好 任何的都会遇到一些挫折 或者让自己感觉不舒服 不开心的事情 面对我们的失利 或我们的失误 我从来不说这是失败 因为我不觉得这是失败 我们可以从这些失利或失误当中 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 从第一次失利以后 我就一定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会回来 失利失误并不可怕 我们要总结经验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